这天,和往常一样,在寝室刷着各种不可描述 正看到关键时刻,突然,屏幕闪了一闪 羞羞不见了 妖妖口吐芬芳,我却不受控制地被吸了进去 什么鬼,是虫洞吗? 这是搞哪样? 还没等多想,便失去了意识 这个世界,只有一刻飘浮的小孤岛 变闪雷鸣,感受不到一丝生命的气息 我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引入后 被甩到了其中的一座孤岛上 当然这段时间,我处在了完全昏睡的状态 不知昏睡了多久,当我醒来,似乎来到了异世界 难道,我穿越了 我啪啪给了我自己两巴掌 哇好疼,竟是真实的 四下空无一人 我这是在一个漂浮的小岛上吗? 除了这座岛屿,连个鬼影都没有 管不了这么多了,现在活下去才是正事 咕噜噜,啊,好饿哟 才想起来,看了三个小时的羞羞,竟忘记了吃饭 突然,不知从哪掉下来什么东西 恰好落在我面前,我喜极而泣,是食物 一瓶可乐,一个汉堡包,还有一张手指 真是老天眷顾 我一口吃掉了汉堡包 爱妈,真香 羞的一声,一只鱼干吊在我面前 吓老娘一跳 我拿起手指,上面有字 欢迎来到全球求生游戏 所有人的唯一目标,就是在岛上活下去 岛下高湖的云团中,藏密着各类物资 用吊杆吊起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在岛上,天灾人祸等各种事情都可能发生 请尽快寻找物资发展家园保护自己生存下去 汉堡包和可乐属于初始资源,请节约使用 赫然看到第四条的几个大字,请节约使用 欧妮嘛,已经吃完了,好不了 此时手指在手中慢慢消散 面前出现了一个对话框 姓名,小美,年龄,18,编号,2587,聊天系统,交易系统,联盟,工会系统 十一人被分别传送到了孤岛上 每个人都要靠自己在荒岛上活下去 我介入聊天系统,出现一个界面 看到提示原来每个岛上的人可以相互聊天 大家议论纷纷,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活下去 传送一世界该不会得到什么超能力吧 正在想着,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悦耳的声音 隐藏能力激活 获得能力,复制,说曹操曹操就到 这技能简直爽扎天 我果然是天选之女 复制,我看向了地面 啊,我的汉堡包,无奈最想复制的汉堡包没了 喝了喝多会发胖的,只剩下鱼竿了 只好先复制了再说吧 指令一下,一只相同的鱼竿变了出来 叮,恭喜宿主,复制成功 简直太哇塞了,好帅气的技能 我好喜欢回忆其手指上的内容 我应该去钓云团 这时的聊天频道也议论纷纷地说着各自钓到的物品 一位兄弟竟然把鱼竿弄丢了 这兄弟怕是damn over了 现在大伙都明白 钓杆就是获取物资的唯一方式 把这玩意儿弄丢,那就只能等死了 我也抓紧时间开始钓云 希望能钓到汉堡包 随着铃铛一响,云朵上的浮飘正在猛烈颤动 有东西上钩了 我连忙将手中的钓杆紧紧握住 用力拉了上来 竟然是块石头 哎,这应该是谢谢会顾的意思吧 原来要钓到物资还要看几率的 还好我有两根鱼竿 这样速度和概率都会大大提高 四个小时过后 石头堆成了小山 玩犊子了 这样下去非饿死不可 正在我濒临绝望的时候 铃声响了 这次的东西很重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拉了上来 是箱子 难道是一箱子汉堡包 我开心地跑过去 正美呢 箱子突然炸了开来 温你马 又吓老娘一跳 一个大活人翻着跟头蹦了出来 猝不及防地跪在地上 抱拳道 凤仙在此 紧听吩咐 美一脸懵 疑惑着望着眼前这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男人 凤仙 啥情况 男人认真地点了点头 看向小美恭敬说道 我将吕凤仙 见过主人 吕凤仙 你说你是三国武将吕布 吕布愣住了 回答道 某姓您正是吕布 自凤仙 至于三国武将 主人 那是何意 那一会儿 我是谁 我在哪 可扮上之后 她直接叹了口气 目光明重地望向了小美 主人 某家凤仙只知道您是主人 吊上来的人物 好像会自动归属在自己名下 而且没有其他的计语 话说回来 一个大老爷们儿喊自己主人 总感觉怪怪的 小美口中动荡这么一句 正好被对方听入耳中 吕布点点头 打道 既然如此 那凤仙就喊你一母 如何 一母 听到这话 小美惊出一身冷汗 连忙摆手 别别别 千万别 好家伙 吕布方天话几 专统一副这个梗她 还是知道的 你之后就喊我小美姐吧 是 小美姐 吕布 钓鱼会吗 钓鱼 吕布面露疑惑 小美很快教会了吕布钓鱼 还不错 多个劳动力 也蛮好的 小美再次打开聊天见面 嘈杂一片 说什么的都有 求救的 吵闹的 更多的是聊着钓上来的物资 看来大家钓上什么的都有 钓到活人的也不只有她自己 小美感觉 虽然现在这日子看着比较悠闲 但肯定不能一直指望着钓鱼混吃等死 日后肯定会有一些大事要发生 钓来的木板 钉子这些材料 应该就是为家园建设用的 劳动力的增加是一件绝对的好事 小美姐 我饿了 忍着 小美嘴角一扯 心想我都还没有吃的 安下心来好好钓 汉堡包会有的 是 汉堡包是什么 别管那么多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是 小美姐 小美和吕布两人也调上不少物资 放在岛屿中央的位置 也有一大堆 随手给了吕布两个汉堡包吃 吃完吕布回味着汉堡包的味道 口感松软甜腻 实属佳品 这就是火柴嘛 一擦就出火 神奇 这些其实不算什么 以后神奇的事还多着呢 好好看好好学 之后还有很多事要交给你处理 奉献院校全马之劳 打开聊天室查看情况 此时 区域聊天室中又是一片哀嚎之声 为什么我钓了一天了 一个吃的都没有 我也只钓上来两个面包 都被我吃了 一天了 我才钓上来三个云 其中只有一块面包 看着大家聊着当下食物紧缺 两人打算最后再钓一波 就休息了 很快 两人就分别钓上来了一桶 啃得起全家桶套餐一份和一箱滑子 这是太幸运了 这是肯得起全家桶闻着里面炸鸡散发出来的香味 小美和吕布的口水流下来了 咕咚 两人同时咽下一口唾沫 然后同时扑了上去 很快一整桶就吃完了 滑子虽然是好东西 但对自己来说毫无价值 不如用来交易些食物 吕布看着这些红色包装 疑惑问道 主公 滑子是什么 就是烟 算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东西 打开交易系统 看到真的有人在聊滑子的事 现在的情况 这可是稀罕物 对烟民来讲 甚至比食物还重要 小美想用一根烟来试探一下 看看能有多少价值 很久都没有人用食物来换 这会儿所有人都是以吃喝为主 看来并没有能为了一根滑子 付出食物的傻蛋 编号 RSNN4235请求交易 秋库星号一条 编号 AMN7461请求交易 拖鞋星号一双 编号 大概扫尸一眼 下来交易的基本都是饱暖物品 照明类物品没有 打火类物品也就只有打火石 小美想了想 选择了较为实用的打火石交易 点击确认 虚影化作实体 地上出现了两个打火石 小美点开区域聊天 看到换到滑子的大叔正在炫耀 看看我得到了什么 一根香烟 我有烟抽了 哈哈哈哈 卧布 法克 我是用唯一两块打火石交易的 嘿 你们谁知道怎么钻木取火 小美也笑了笑 看来滑子的价值还是不小的 又用六根香烟 换到了两个床垫 两床宝贝 和两个枕头 床铺什么的铺好 小美问道 吕布 你困吗 不困 小美姐请吩咐 嗯 今晚你守夜吧 要是闲来无事 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夜调 奉先听命 你去夜调吧 我睡觉去了 吕布一跃而起 三步并两步 直接来到了岛边调了起来 一日 当小美睁开双眼 天已经大亮 小美姐 你醒了 嗯 昨晚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异常吗 无事发生 一切正常 好 这些都是昨晚夜调裸得 其中有铁锅一个 泡面三桶 矿泉水二品 还有青铜剑一把 现在看来 它使这把吊干一整晚的收获 虽然不多 但还算可以 有了铁锅 这一下可以烧水了 看来今天可以吃泡面了 青铜剑 拿来看看 一把青灰色长剑映入眼帘 剑身长约三尺三 古代制式没有剑翘 小美双手握住剑骨 使出吃奶的力气 全力一挥 哦哟 好重 虽然拿不动无法使用 但确定是把宝剑无疑 还不知道要它何用 反正比没有强 不会是打怪升级用的吧 想到这里 小美再次询问吕布 昨晚是否真的 一点异动都没有 见到小美姐 这幅谨慎态度 吕布也是满脸正色地回答道 确定 昨天夜里 除了下方海面 会传来些许声音之外 我们所在地方 确实完全没有任何异动 不但没有其他活物 连声响都没有 嗯 那就好 对了 吕布 昨晚首夜 辛苦了 你现在去睡一会儿吧 谢小美姐 吕布的肚子 发出一阵声响 怎么 饿了 那睡觉 之前先吃点东西吧 吕布转过身来 捂着肚子 面色尴尬 唯爷 小美姐 我想出宫 小美沉默了 出宫 这不就是要拉巴巴吗 嗯 知道了 去吧 小美姐 吕布拧着眉头挤出一句 捧着肚子 朝边缘处走去 诶 等会 看见这架势 小美喊住吕布问道 你这是要去哪拉呀 吕布咬着牙挤出一句 去 边缘处 对着 下方 得了 为了安全起见 你就别去那了 小美摆白手 拿起昨天吃全家桶的纸桶 又拉开柜子 拿出几张纸 往里面一塞 朝里不纳地了过去 嗯 安全起见 离边缘稍微远一点吧 拉进桶里 对准点 是 谢小美姐 担忧 说着小美肚子也一阵翻滚 跑到了大树的另一边 你是来拉屎的吧 小美姐 这 扔拿 小美发了个白眼 朝下一指 直接丢下去 好 吕布端起红色纸桶 朝下一丢 几秒钟之后 下方发出海浪激动的声音 这货把我的事吃了 吓老娘一跳 小美姐 下方是何物 我也不知道 小美摇摇头 没想到 此地下方海域 竟然有如此怪物 真乃不寻常之处耶 我也没想到 小美看着下方 面色复杂 这玩意儿 她竟然都吃得下去 扑通了好一会儿后 这才消停下去 小美和吕布回到岛屿中央 看着天色 应该是早上八点多 该到吃早饭的时候了 行了 吃吧 小美姐 吕布看着塑料盒里的土豆泥 面色尴尬 我 我暂时不饿 文言 小美看了一眼地上的土豆泥 还有那土黄的颜色 顿时想起 刚才那不太美好的画面 也是没了一点胃口 随手拿了一个面包地给吕布 先吃这个吧 吃完你先睡觉 我来掉物资 谢谢小美姐 吕布一跃而起 去休息了 小美想起新的一天 可以使用技能了 复制 不久后 又一把吊杆出现 将三根吊杆 一一甩向云朵 把吊杆放在地上 位置摆好 确定不会滑落下去之后 小美打开区域聊天频道 想用土豆泥换两瓶水 不能浪费了 不一会一个染着紫发少女 确定的交易 她看着面前的土豆泥 感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昨天吃了一天的面包 差点吃吐了 今天终于见到带油水的甜食了 太不容易了 虽然有些凉了吧 不过也不碍事 说着 立马扯开土豆泥的包装盒 开始舔了起来 一边吃着 一边问小美 对了 2587 既然这两个东西那么好 为什么你自己不吃呢 哦 其实也没什么 昨天吃的太油了 今早拉肚子 我觉得拉出来的这坨东西 跟土豆泥太像了 所以吃不下去 对了 这俩玩意儿好吃吗 是不是黏了巴基的 少女看了看盒子里的 黄了巴基的土豆泥 嘴角一扯 你扯吗 我 你 你太 不认 鱿鱼上钩了 小美超级吊杆 一扯 一个月末有一粒方米的土块 出现在了小美眼前 看到此物 小美一愣 这玩意儿直接掉落在空岛的地面上 仿佛和整座浮空岛屿的地面 严丝合共的连接在了一起 小美一挑眉 这是什么东西 这虚影 难道这就是这座岛的缩影吗 请选择空土安置位置 系统声传来 小美一愣神 随即指向岛屿西侧的一块位置 点击确定 空土安置成功 虚影消失不见 小美缓过神来 向着自己刚刚安装空土的地方走去 打算看看是不是和自己想象的一样 走到左侧一看 好家伙 这就安上了 难道不简简单单是建造一个安身之地 一个木屋 还有更多可能性 那么绝对需要扩大自己的领地 现在应该只是一个缓冲时间 肯定不可能一直这么悠在下去 打开聊天系统 按照羊皮纸上说的明明白白 这是一个生存游戏 要抓紧时间发展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 在这个状态下 未雨绸缪还是必要的 当下不能再封餐露宿才是正式 先去交易平台换一些材料才行 打开交易系统 准备交易一些急需的材料 很快小美用五根烟和小半瓶可乐 换来了一根3米5的树干 外加一瓶350毫升的柠檬味苏打水 正忙着交易所需要的材料 吕布来了 小美姐 你醒了 来 吃两根 这是 这玩意儿叫热狗 吃吧 香得很 拿打火时把铁锅架上烧水 等会我们泡面吃 是 小美姐 小美打开世界频道 里面正好在讨论这个空土的事情 正翻看着聊天记录时 铃铛声再次响起 诶 又是土豆 现在不缺食物 不如种到地里 小美姐 这是何物 小美一边种着掉上来的土豆 一边跟吕布解释着土豆的概念 看吕布这愣愣点头的样子 也是似懂非懂 不过没关系 等她吃上土豆的时候 也就明白了 小美不由地开始想象 等土豆长起来 不是吃酸辣土豆丝呢 还是红烧土豆片呢 要是有土豆炖牛肉 那就更好了 当然 这些还得等土豆长起来再说 也不知道 这土豆要种多久才能成熟 转眼又过了七天 嗯 搭得差不多了 可以进行后面的工作了 是 小美姐 小美眉头一挑 土豆在这七天中 已经长了二十多厘米 小美震惊不已 一般情况下 土豆从催崖到结属收获 起码一百天的时间 这才七八天啊 苗就能长到那么高 按照这个速度换算 估计整个土豆的成熟期 也只需要十天 这土地有点厉害啊 说起土地 这七天内 又掉上十二块一立方的空土 现在岛上面积 也达到了一百一十四平米 打开了世界聊天频道 作为这个世界最大的沟通平台 里面的消息滚动速度飞快 看着这些消息 小美脑海中 浮现出一个不太美好的画面 顿时也是一阵汗颜 刚准备关闭聊天频道 此时又冒出一条消息 引起了她的注意 救命 我掉下来一个怪物 谁能救救我 卧槽 我刚才也掉到一个木箱子 打开一看是个长耳朵 呲牙咧嘴的东西 张口就要咬我 还好我眼疾手快 一脚把它给踢下去了 第一个说掉到怪物的那个人 已经没有再继续发言 也不知道是因为世界频道 每日一次的限制 还是说 她这辈子再也无法发送消息了 小美不觉得这几个人 是在危言耸听 每天晚上依然安排吕布守夜 听到声响 小美眼神一灵 第一个念头便是 真的来了吗 吕布 小美姐 请下令 去 拿家伙 听命 深吸一口气 握起吊杆 网上一抬 感受着吊杆上传来的重量 一个一立方米左右的木箱 坠落在两人命 吊上木箱的情况很少 上一次吊起木箱 还是第一天 里面装的是吕布 按照刚才世界频道上所言 那些怪物 也是藏匿在木箱子里面的 难道 木箱子代表的是活物 不管这怪物是什么吧 在这个孤立无援的小岛上 一般人若是被咬伤或者抓伤 即使保住了小命 这个没法处理的伤口 也会被感染死掉的 吕布右手长毛紧握 做好战斗姿态 小美也持着长剑 眼神冰冷 若是里面窜出一个怪物 则要给她扎个透心凉 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小美姐 看我的 吕布猛地把香盖踢开 突然 一道灰色的身影 从香中站起 小美和吕布神色一鸣 手臂同时蓄力 准备发难 眼神冷得吓人 就在这时 主人 一个身穿灰色上衣 紫色长发 大概十五六岁的女孩 看着小美怯怯喊了一句 啊 主人 小美和吕布同时一愣 另一边 女孩喊完之后 看到面前这个架势 不管是自己潜意识之中的主人 还是另一边那个状态 都拿着武器指着自己 满脸的凶神恶煞 就好像要把自己活寡了一般 顿时也被吓傻了 呆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随即眼眶开始泛红 闪亮的大眼睛也湿润了 看着眼前女孩这幅梨花带雨的模样 一时间吕布和小美都马爪了 怎么是个小女孩 小美姐 这 吕布看看女孩 又看向小美 一脸的猛逼 这小姑娘喊自己主人 看来跟吕布一样 都是被自己调上来的新成员 这段时间太平静了 加上刚才看了那些人的聊天记录 搞得她确实是有一些紧张兮兮的 随即对着女后摆了白手 说道 啊 还以为是怪物呢 误会了 快 把语气放下 是 小美姐 嗨嗨 不好意思啊 小姑娘 我想我们之间闹出一点误会 别哭了 我们没有乐意的 听到这话 女孩揉了揉眼睛 把眼角的泪痕擦拭掉一些 抿着嘴巴看向小美 有些哽咽着问道 主 主人 嗯 我是 有了吕布那一次 她对吊上来的人员的称呼 已经没有那么吃惊 不过吕布 把自己之前的经历忘了 不知道这小姑娘记不记得 随即在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还记得自己是什么人 我 我叫蔡昭基 听到这俩字 吕布眉头明了几分 沉默几秒后 说道 子明慧 我好像有些熟悉 嗯 你的熟人 小美先是一愣 打亮女孩一眼 结合吕布这话一分析 应该也是个三国时代的人 蔡昭基 顿时心中一动 看向女孩问道 你是蔡妍 蔡文基 女孩睁大了眼睛 有些惊奇地回答道 正是 我本名蔡兰 字是昭基 不是文基 嗯 那就对了 小美点点头 蔡演的字 本身是昭基 后来为了毕斯马昭明慧 再改为文基 行了 以后就叫你蔡文基吧 可以吗 是 主人 蔡文基 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 乖巧地点点头 同样完全记不得 和名字以外的记忆 又有几根吊杆 勾到了物资 这 是什么 那是什么 这个又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